谈谈选校长的事情 校长一般现在交互 也同意我们交互出三个委员 然后两个学校各出九个委员 这临选过程大概会是说 先有两校选出这些委员以后 成立这个临选委员会 他们会退选一位主席 就开始运作 他们会征求人选 当有人选就开始会核定说 大概临选这些资格上面没有问题的话 那么就会进入让两个校各由校会投票 或者是老师投票同意 因为两个学校的方式不一样 教大是由助理教会以上的投票 那扬名是用校会议 那我们到时候会有 意思就是说有老师同意权 同意 那这同意通常是一个门槛 那门槛我们过去会用一半 那这次用五分之二就好 因为两边要同时通过 所以稍微用五分之二 那同意以后才正式进入临选委员会 那临选委员会就会有各方面的表现 那对于一个大学校长 一般国立大学校长 或者说是我们合并 或是大学校长 我们当然有所期望 一个大学校长 第一件事情当然 他学术成就要够好 要属于国际上 在他领域要有足够的声望 这是最基本的要件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他对于怎么办好一个大学 一个国际性的大学 因为我们现在都逐渐的国际化 所以一个在国际上能够立足的大学 要怎么办好一个大学 他应该有一个想法 一个概念 怎么做这个事情 第三件事情就是说 他对于国际上的一些事物 国际上的事物 国际上的组织 或者说国际上的问题 人类面与全球的问题 这些东西 他要有一定的认识 有一定的愿景 不能谈起某一个组织 他不知道那个组织的大开的功能 所以他一定要有国际上的事物组织 要有一定的认识 这样才能构成一个代表学校去 因为外宾来或说他出去的时候 一定要能够谈这个国际上的事物 第四个话就是对国内 国内因为政府各个单位 然后有各种资源 然后这些单位对像大学的期望是什么 一定会一定要了解这些东西 那企业界有哪些 企业界对学校的 学校跟他们的关系 要怎么拟定这个关系 因为学校不能致力于 跟企业社会没有关系 尤其像交大过去 对这个产业的 有很强的link 我们对产业一定要有一些 contribution 那阳敏对于社会服务 有很强的这个投入 所以我们对社会的这个关系 哪些怎么期望我们 我们怎么用他们的resources 来做这些事情 他必须要有一些想法 最后一个就是说 合校以后怎么产生新的 要1加1 像我们张康文校会说 1加1要等于11 不是1加1等于2 那1加1等于11 这是非线性的 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说只是把两个 并在一起 那当然就1加1等于2而已 那我们一定要产生新的元素 那新的元素 所有人都看得懂 原因就是全世界都 医疗已经走向数位医疗 数位医疗是 现在你看到所有我们去检查 我们用的怎么去 侦测各种现象 怎么去解释 全部都是科技的东西 我们断层扫描 然后怎么去检测说 有没有一个肿瘤 甚至说现在的东西 以前是要打开 开刀才能看到里面的东西 现在根本可以用立体的 所以你在电脑上就已经看得到 经过扫描 所以这些都是科技 所以医疗没有科技是不过可的 所以数位医疗 一定是 其实已经开始了 不是说未来 是已经开始了 所以杨敏过去在科技上 是被动接受的 那焦大一直想要进入科技 进入医疗 以前是在半导演 现在想要进入医疗 我们大概100个老师做 跟生医有关的研究 但是 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 我们过去这些100个老师 工程的老师 去做的时候 都是比较单点 一个点 或者比较表面的 但是杨敏有大的医疗团队 研究团队 很好的科学 之类的 有很多大的团队 甚至 照顾 或者3D 牙医的3D列印 都有很大的团队 大的团队 所以工程很加进去的时候 这个 就加到一个大的团队 所带来的影响 就会是不一样 以前我们在外面 因为我们还会组的 我们只能去找一些人 提供我们一些知识 或者合作 都是一个医学的 医医生 或者一个老师的合作 所以这种合作都是 偏向于简单 或表面 片段的点 未来是可以 结合成一个大的 那这个典型的历史 其实我们看到我们 刘文泰校友 刘文泰校友是 很早以前 控制器毕业 电控毕业 然后他在 美国做了很久 都是做工程 做IC 然后他后来 就跟医学 人工电子眼 电子眼 是唯一美国FDA核准 可以 对人体做 做上去的 这电子眼 是唯一的 那就是工程加医学 然后后来转到UCLA UCLA是一个 给他非常大的 这个 有理议 那除了这个 人工电子眼 其实 脊椎 上面加电脊 能够让 瘫痪的人 走路这件事情 也是因为加入以后 跟医学团队 所以大的医学团队 深入很重要的研究 有工程的加进去 这绝对是 所以1加1等于11 是有可能达到 不是不可能 你看到这种效果就知道 如果医学人各自做 没有工程 很多东西 就是 没办法有 大幅度的进展 反过来 工程人去做医学 都是做 周围的东西 又不知道核心 所以 一个校长要知道 两个核校以后 怎么产生 1加1等于11的 这种东西 那当然就是数位医疗 健康照顾 或者精准医学 因为工程的加入 使得 杨敏的团队 能够 那杨敏 反过来讲 杨敏的团队 除了说 这种工程加进去以外 其实他也看到说 他们过去 都只做社会服务 但是现在社会 希望杨敏的医学 做到产业区 所以这个 我们知道说 台湾 半导体产业 资讯产业 除了这个以外 大家期望的是 生意产业 那本 我们台湾做 长照 所以健康照物产业 这两个 那杨敏 往产业做的时候 他其实像 穿呆式的各种东西 其实这都是工程的东西 所以工程人加进去以后 马上在他要做的这个 产业化的部分 就会 比较可能展开 所以两个学校的合并 其实是可以产生1加1点11 就是有这个观点来看的 所以 新的校长要能够体会到说 两个学校的优势 怎么产生这种重要的东西 而不是指合校说 只是做一个 两边的教授 做一点简单的工作 所以 这是 对校长的期望 所以这是 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